上次提到鐵掌幫幫主裘千印來到軍山 說他有幾個手下前的牌被黑衣幫的人打倒 這次來軍山是拿回公道 那個撿了黃蓉的綠竹棒 就做了黑衣幫幫主的楊康 本來對黑衣幫的人沒有愛心 怎麼敢為了幾個黑衣再次得罪裘千印 結果就搞到黑衣幫的黎生和余紹興 不甘心受恥辱而自殺身亡 那你黑衣幫的人想起 由紅七公做了幫主這麼久以來 在江湖上黑衣幫還沒試過這樣被人明替眼眉 是呀 但是這個楊康一接手 馬上又被人逼死兩個黑衣 這個新幫主這麼軟弱無能 將來黑衣幫的人還在江湖上站得住腳 故此來軍山開會的那幾百個黑衣 個個都沒了心機 再說裘千印看到兩個黑衣自殺死了 他就對楊康說了 嘿嘿嘿 這件事就這樣了結都算好 現在我要送一批禮物給貴幫了 講完他舉起左手入一下 那站在他左近幾十個徐蟲呢 他們確實打開箱箱箱箱箱 一人捧起一盤金銀珠寶 就走到楊康那裡 放下在他面前 裘千印就跟著說了 嘿嘿嘿 我們鐵掌幫雖然有飯吃 不過如果要我們送這麼重禮給你們 也是做不到的 這份口禮是大金國趙王爺托老樓 轉送給貴幫的 啊?楊康一聽的珠寶是趙王爺送你的? 趙王爺就是自己所謂的老闆 就問都問不及了 裘幫主,趙王爺現在在哪兒 我想見見他 是呀 我…我不知道 上個兩個月趙王爺派人送這些東西來的 他叫老樓有說話轉告給貴幫 啊?楊康的心裡 原來是爹爹南下之前安排做的事來的 不過不知道他送這麼多禮給那些乞丐做甚麼呢? 他在朝廷那時候 曾經聽過袁顏洪烈說過 要跟黑衣幫打交道 現在他就很想知道 他就說了 裘老前輩啊 不知道趙王爺對貴幫有何差遣呢? 不要說差遣啊 趙王爺只不過對老樓順便提一下 說北邊地隻民窮 很難有得發展 怎麼會這樣啊? 哦,裘老前輩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趙王爺是想我們黑衣幫轉移過來南方 是不是呢? 楊幫主話頭聖美,真是聰明 趙王爺說過 哦,江南這樹呢?地戀文夫 核二幫眾兄弟為甚麼不南下來賺食呢? 這樹比北邊苦寒之地好得多了 是,是 啊,真是承蒙趙王爺,裘老前輩指點 在下茅塞遁開,自當遵從啊 裘千印他想都想不到楊康會這麼快去答應 刻意幫轉移過來南方 他還以為肯定是先頭握個楊康的手 楊康現在的手還在痛就怕怕自己這麼快去答應 其實裘千印怎麼會知道呢? 這個楊康就是大金國趙王爺的兒子 那只要對金國有利的事 他甚麼不肯做才行 裘千印見楊康一口答應 心是高興的 不過想起來 核二幫在北方根深蒂鼓 怎說可以切就切呢? 那時候啊,萬一那些黑衣一議論 就勢必反悔的啊 一定要做到板上釘釘釘實鼓實作才行 說定他,到時啊,黑衣一幫沒辦法反口才行 於是就說了 看,大丈夫一言寄出,司馬蘭追 楊幫主今天親口答應 說黑幫兄弟撤過大綱 今後不再返回北方的啊 楊康就剛剛想說是這樣的 誰知道黑衣一幫的四大長老之中 烏衣派的頭領老有腳就出來說了 啟稟楊幫主 我們黑衣憑黑為生 要些金銀珠寶沒用的 再說啊,我們幾十萬黑幫的人 足跡遍天下 被人限制這樣怎行啊 請楊幫主三思而定啊 楊康是最清楚趙王元顏洪烈的心意的 他早就知道黑衣一幫在長江以北的地方 一向來跟金兵為敵 金兵每次南下 黑衣一幫就實在金兵的後方搞搞陣 有時刺殺金兵的將領 有時就銷毀那些糧草 如果黑衣一幫的人全部刺下來南方 那當然對金兵南下精戰就大大有利啦 故此他見老有腳說南下不好 馬上就跟著駁回他說了 無謂多說了 這些是求老前輩的一番好意 我們不聽 那就不尊敬前輩了嘛 這樣啦 人家送來的金銀珠寶 我一粒都不要 你們四位長老 拿去分替各位兄弟算啦 他想用錢來打動人的心 老有腳一聽就更加急了 楊幫主啊 我們洪老幫主號稱北黑天下皆知 北邊的基岩 豈能輕易捨棄啊 再說啊 我們黑衣幫忠義報國 世代和金人為壽 那些禮物啊 我們幾打都不收得 那些人撤過長江 就更加不能夠答應了 哎呀 那楊康做了幫主就有權有勢 見到這個老有腳這麼違抗他的命令 就當然發火了 就想說省老有腳 只見靜衣派的彭長老就笑笑嘴地說了 哈哈哈哈哈哈 老長老 我們黑衣幫的大事 是由幫主取決 還是由你取決啊 哼 如果不記得忠義之心 我老有腳靈死不從 楊康見到這個老有腳這麼硬頸 他沒有了收 就馬上對靜衣派那三個長老說了 哎呀 那你們 你們幾位 又認為怎麼做好了 靜衣派的簡長老 梁長老呢 一時就不懂怎麼回答他 他們都覺得 黑衣幫撤過長江就不太妥的 但是那個肥頭大耳的彭長老就幫行曬話了 哎呀 哎呀 但憑楊幫主吩咐 屬下誰敢為抗你呀 楊康一答到他這樣說就馬上說了 好 那由八月初一起 我們黑衣幫撤過大綱 楊康這樣說 那幾百個黑衣有成大半人就吵吵閉了 多數都說不用 楊康見到手下的人這樣 一時就不知怎麼好 簡長老 彭長老 梁長老 就抹大喉嚨 想說喝著那些人收聲啊 收聲 但是吵的那些人呢 都是烏衣派的人多 他們根本就不理這三個長老 那三個長老看不住的人 就馬上要老有腳出面 又嚇老有腳說 如果烏衣派的人再吵 就算他是帶頭背叛幫主 老有腳就不憤氣 反過來說 就算五馬分屍 我老有腳也不敢欺尊滅掌 背叛幫主 我幫列祖列宗為憤 我更加不敢背氣 不過 金狗是我大宋世仇 洪幫主生平怎樣教我們 你們有沒有想過 那靜衣派的簡長老 梁長老 有些正義感 一聽就有些不好意思 聲音都得了 鐵掌幫幫主裘千印一心 是來幫金國做歲客 見到形勢不對 如果這時候還不制服這個老有腳 這樣 那到時黑衣幫的人想講就講 到時不聽笛的 他就對楊康講了 哈哈 楊幫主啊 這位老長老都幾牙賊 話聲未完 他雙手一按 就想按下老有腳兩邊肩膊 老有腳早有防備 就不敢硬摺硬 一縮低身 由裘千印庫浪底捐過去 他人不起來 就連出三下後腳 扭上裘千印屁股上 裘千印見到老有腳突然由他庫浪底捐過 就已經覺得這個人的招數很怪 就省定些來 見到身後邊闊闊聲風響 急忙回掌出來劈下去 老有腳如果第三腳出盡力捐過去 就實捐到裘千印 怎麼會這樣做呢 知道他又怕被裘千印的鐵砂掌打中 故此第三腳出到大半的時候 就即時收回 一個關斗 由裘千印旁就滾過 跟著起來 一督老痰就吐到裘千印的臉上 裘千印就馬上另歪頭臂 他見這個老有腳怪招百出 就有點惡然 楊康見到他們兩個再打下去 豈不是又再得罪裘千印 到時自己有罪受了 他就大聲說 老長老啊老長老 不得無禮 不得無禮 老有腳就唯有收手 退後兩步 誰知道他一停手 裘千印一點都不留情 雙手好像兩把鐵鉗一樣 就想插著老有腳的頸 老有腳一見他這麼小胸 想拿命地休息 暗暗心驚就退後兩步 誰知道遲了 他那個人避得開 才知道兩隻手就被裘千印抓住 老有腳身經百戰 雖然蝕了底 臨危不亂 即時一頭就中了裘千印的肚腩 老有腳自小就練同錘鐵頭的功夫 他平時一頭撞在牆上 那一幅牆不塌 都被他撞穿一個大洞 還有很多時候 他跟那些大水牛鬥撞來玩 他時時撞到那些大水牛暈了 自己一點事都沒有這麼厲害 那有不少人就叫他做銅頭鐵腳 誰知這一次他一頭撞到裘千印的肚腩裡 好像撞到一堆棉花裡 軟飲飲 他知道糟糕了 想縮頭出來 但是裘千印的肚子 就好像用膠黏住他的頭 他縮了多少 肚皮就漲了多少 緊緊地蓋著他的頭 老有腳就拼命地掙扎 即是沒有負 慢慢他就覺得頭殼發滾 雙手就好像被兩塊蕭紅的鐵扎緊 又痛又熱 原來這個裘千印是在發內功 一心想制服老有腳 他說 老長老 我看你服不服 臭老長老 我服你甚麼 哎呀 死到臨頭還牙斬斬 是嗎 裘千印左手一出力 啪啪啪啪啪幾聲 把老有腳右手五隻手指捏碎 怎樣 服不服 臭老長 我幾打都不服你 裘千印 裘千印 看見老有腳這麼硬 跟著 又將他左手五隻手指啪啪啪咬斷 嘩 碰到老有腳昏坨坨 但是他很硬 那把口還不服啊不服啊這樣 裘千印又說 好 不服是不是 對呀 等我肚皮混你 枯扁你的頭 我看你還服不服 但是他話聲未完 忽然間見到那些乞衣 有個人站起來 一直走到他那裡 這個人真是郭靖 只見郭靖 等等聲走到老有腳後邊 用右手啪啪啪啪 就啪了三下老有腳屁股那裡 又怪 這三下雖然打在老有腳上 但是裘千印的肚腩 就被老有腳的頭殼 連撞三下 一下就重過一下 嘩 好大度力 痛的 痛到他不放不得 就即時一鬆鬆開肚腩 老有腳突然覺得頭殼頂鬆 就立刻站起來了 但是兩隻手還被裘千印抓緊 這個時候郭靖又說 老長老 你沒有怕 你不是裘老前輩的對手 走開靶 講完他一腳就繞到老有腳的肩子裡 又怪了 這一腳 跟剛才那三掌的力是一樣 打就打在老有腳身上 那些受力的是裘千印 哇 裘千印只覺得雙手扶口一震 震到抹開差不多 尺痛的 就即時放開老有腳雙手 老有腳有這樣的機會 還不退開嗎 不過剛才頭殼頂被人吸得太久 一站起來 整個人陀陀令天旋地轉 劈魄就踏在底 那個裘千印見到郭靖打了三掌一腳 不由得大吃一驚 為什麼 這個年輕人小小 居然有格物存力的本事 想不到乞衣幫有個這麼厲害的人物 馬上就守緊門戶 不搶功先 那那幫乞衣呢 功夫好使 根本就不懂這種格物存力的功夫 先頭就已經認定郭靖 是殺害洪幫主的幫兇 那時候 現在又見他 又掌又腳 那樣打老有腳 即時就喊生了 湧上來要打郭靖 對了各位 郭靖本來 被人用鋼絲牛皮繩綁到實實 為什麼他又鬆開走得出來 原來先頭裘千印和楊康 簡掌老老有腳地一問一答 在聊天的時候 他一直看著天上的北斗星 他用心地記回全真七子 當日在牛家村所洗過的天江北斗鎮 他記起的時候 又再和記得滾瓜爛熟的九陰真經經文 反覆對照 跟著很多疑難不明之處 慢慢他就會解答 九陰真經是前輩高人 從杜狀中總結出來的 和馬玉所傳的全真派 杜家內公全真子的天江北斗鎮 都是一脈相通的 只不過是更加高深奧妙而異 郭靖的人誤性實在太差 隔了幾個月 始終都領回不到其中的關聯地方 今晚他看到天上的北斗 隱隱約約就上起來了 他記得九陰真經夏卷 有一篇叫做修筋縮骨法 如果練得好 整個身體就可以縮起來很小很小一塊 郭靖上齊在明霞島上 練過二斤練骨法 就有了小小的基礎 這次一練起來 吳京吳郭 就把綁著手腳的繩索射了 他的手腳比頭腦的靈活十倍都不止 他雖然射得了些繩 但怎樣射的他自己都還未明白 總之出來就是了 黑衣幫的彭長佬 本來一直站在郭靖旁邊 忽然見到郭靖像一條泥秋一樣 從那些繩索到鑽了出來 嚇到他什麼樣 喂, 大家捉著他 他一尾這麼叫 雙腳好像釘在地上一樣 動都不敢動 當然了, 你以為他蠢嗎 他埋在郭靖上 想著一定沒有好處 那郭靖是被綁了這麼久 便捱到整肚氣了 他知道那幾百個乞衣 都是被楊康騙了 才把自己和黃蓉當仇人 就不是故意和自己對敵 不過見到這麼多乞衣在那裡吵 他就渾身上來想說捉回自己 他的心就想了 今天不教訓一下這些乞衣 自己的氣就總是不相信 他有心想試一下剛剛想通的天江北斗陣法 只要他雙手一揚 雙腳就已經站在天拳那個位 所謂天江北斗陣 大致就是照著天上北斗星座的形狀排列 就分為前後左右中間幾個方位 一般就以天拳欲行做前邊 天機開揚就做左右兩邊 遙江天旋就做後邊 天書就做中間 這種陣法就守美呼應 小的如果七個人聯手搏擊 敵人進攻的時候 正面守當其衝那個人就不用用力招架 由身邊那些打側來反攻 一個人就好像身兼幾種武功 大的人就可以用於戰陣 這種陣法確是很有威力的 再說郭靖一揚手 雙腳已經站在天拳那個方位 即是說他要進攻了 只要有六七個乞衣就不懂死 從前後左右就神神地撲到他 郭靖雙腳站定 好像木莊一樣動都不動 左手打橫放在胸口 走前有三個乞衣就一起抓住他的手 想說抬他 郭靖是任足不生氣 接著又有幾個人撲過來 只見郭靖突然一縮手 拖著幾個乞衣 轉個乞衣 轉個乞衣 對著他們的車後面 又推又撞又撞又踢 只見那六七個乞衣 鬼殺那麼吵 扔了她就摸在地上 郭靖一試 天罡北斗鎮就果然逃得 好歡喜 零轉身就走過楊康道想說找他算帳 忽然間見到有兩個乞衣就衝過黃蓉道 黃蓉不懂九陰真經的功夫 還被那些繩索五花大綁綁住 郭靖就怕被那兩個乞衣害到他 但是又跟黃蓉隔得那麼開 衝過去救又救不及了 急起來就脫下一隻布鞋 就照擲那兩個乞衣道 這條路是好路 本來他沒有那麼好路 只不過以前他聽江南六怪講過 江南六怪發華指導大戰邱柱基的時候 兒師傅朱聰曾經脫鞋來擲個邱柱基 現在急起來他也學了這一手 幸好他來這一手 不是黃蓉的命真的冷過水 原來那兩個乞衣真是想過去殺黃蓉的 他們怕黃蓉好像郭靖一樣 懂得整理一些繩索 故此就手提兵器過去 想殺了黃蓉領功 怎麼剛剛衝到黃蓉面前 還沒舉起兵器 忽然覺得身後邊有道風聲 知道有人扔東西過來 有個功夫好一點就馬上轉身 啪 一隻鞋就打正心口 有個功夫沒那麼好的 都未來得及轉變 已經被這隻鞋打正背井 這隻鞋雖然輕輕騎騎騎 知道郭靖是發了耐力打出去的 那些力很厲害 只見兩個乞衣被打中之後 當堂站不穩 一個仰天跌低 一個向前蹤兩蹤再跌落地下 那個彭掌腦站在左近的 看見郭靖用布鞋打人都這麼厲害 就更加心驚 別說上去還退後幾步 郭靖急急就衝到黃蓉身邊 胡帝慎幫他解開那些繩索 誰知道解開了一個裂 又有十幾二個乞衣湧過來 郭靖索索性坐在地上 將黃蓉放在自己兩隻大腿上 左手慢慢解裂 右手迎敵 他曾經學過周柏通雙手互搏的功夫 所以他一心可以異用 不用多久 郭靖黃蓉四周圍人夾人 圍了百多個乞衣 站在乞衣後 哪個人不說出手 連郭靖的人都看不見 你說有多少人來打他們兩個 郭靖一尾用單掌來防衛 始終都不出殺手 在那裡慢慢幫黃蓉解開那些繩裂 又幫他拿回塞住嘴的麻糊出來 他就說了 阿蓉啊 你有沒有弄傷 黃蓉有得睡在那裡 就趁機睡著那兩隻腳說 沒甚麼事 就是 就是 全身冤冤臂臂的 哦 你沒有又怕 睡一會兒 等我 就等我幫你出來 好了 這兩個年輕人一脫了繩 真是好像 蛟龍出海 猛虎下山那樣 他們怎麼炮製那個 假務幫主的楊康 和那個吹牛大王 裘千人呢 明天再說了